成人的媽媽 沒人愛的媽媽 我作的感情 沒感情 沒什麼的哭聲 算你心肝 有好會當代 你的感謝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咪咪的路上更沙 就著她傷口 麻麻疏到路上 一個一個溫暖的時刻 有關懷 有愛在吃 不簡單掉 是記念是感謝 聽說世 搬出來 三者真愛命 白不顧命 夢想 幾君娘 後來走 用心用口 請用堂 請人啊 叫你對台是夢想人 請人的媽媽 沒人愛的媽媽 我作的感情 沒感情 沒什麼的哭聲 算你心肝 有好會當代 你的感謝 誰人的媽媽 沒人愛的媽媽 有好會當代 你的感謝 詞曲 李宗盛 那我們現在請雅文老師來為我們做講評 怡君 老師啊 這首我很適合你唱的 但是我有小小的意見 給你建議一下 今天你犯的問題也是咬字音的問題 譬如說 夜半的公哼 它是兩個音 但是你唱出來 變公哼 哼哼哼的音都沒出來 夜半的公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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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兩個音啊 怎麼會變成是 夜 夜 變成是這樣子呢 所以你在咬字上你要記得 你的直音或者是你的這個咬字音 你一定要很清楚 尤其這是一個描述一個很畫面的故事的 你在講故事 你在講一個故事怎麼會讓我聽不懂 所以你要小心這些小細節 因為你現在坐在這個位置上 這些都是我們要挑地的 加油 謝謝老師 怡君啊 怡君你是衛冕者 所以我對你要求會再更高一點 好 其實你唱歌你的 你本來唱歌的厚度跟你的力度都很夠 那我會給你一個建議就是 你在唱歌的時候的 主歌副歌的那個層次 你自己也要稍微去想一下 不要一開始就是這樣子 然後到後面還是這樣子 那個層次收放的大小 你自己可以稍微設計一下 OK 謝謝 謝謝老師 接下來我們請阿德老師為我們做講評 我今天講一下就是說 因為佩豐大哥唱歌的方式 跟彩銀跟怡君是剛好相反的 然後就變成有一個對照 我告訴你差別在哪裡 我覺得佩豐大哥唱歌 你會覺得他每一個字都在歌裡面 他是把他的人生經驗 人生情感 人生風味 色香味都放到這個歌裡面 所以他在唱這樣的歌的時候 他就是哪一個段歌詞唱錯了 我都對我來講都沒有影響 我聽他的歌的感覺 反而更會加分 為什麼 因為他讓我更感覺到 因為一個一個 你沒有把這段歌詞唱出來的時候 你等於留一個留白給我 我也可以加入那個情境裡面 因為他唱歌是用他的人生經歷 人生的性格在唱歌 但是你們兩個就是會很有自覺性的 發現說這個拍子要對 這個要準 所以我聽你們兩個唱歌 你知道我聽完那個大哥唱完的時候 我聽彩銀唱的時候 我突然覺得說 哇 彩銀現在唱歌已經唱得很細膩 但是我只有這種感覺 我不是覺得說 哇 彩銀這麼細膩的東西是更棒的 我不是這種感覺 只會對照出這樣的一個特色 所以我覺得那個 尤其宜君 你唱歌 你都沒有在做鋪陳 你都是第一個字 就是滿滿的 要給我滿滿的愛 這種感覺 你要想一下說 你要讓一個角色出場 比如說 你要想說 這個畫面 要不要前面有個窗簾呢 要不要有個陰暗對照呢 你要在這個畫面哪個地方呢 你要先把那個畫面詳細 你才會在這個 這出場你每一段的層次就會很明顯 大家加油 就是 果然人生有閱歷不一樣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